超过15天以内 然后就 我的头发怎么 起床了 怎么一戳一戳的 没事没事 13个女儿都很担心 她们都在哭 我说没有怎样 化学治疗药物是在 会破坏毛囊的干细胞 突然的一个掉法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变成是说 我是不是每一个人 只要有眼神看过来的 我就要解释说 我在打化疗 一顶家吧 可能费用不采 本来要好几万 我都用熟睡的时间处理 原则上第一个是长度 第二个是说 如果它明显的 有一些染跟烫的 一个一个法匙的话 我就会把它先调出来 对外就是三十公分的头发 那如果是太短的话 我会另外放 这一打没 这一片会怎么处理 湿的 那怎么办怎么处理 湿的我们就 就会先把它晾起来 这很麻烦因为 湿的不能用 湿的其实会臭掉 因为像我们不会马上收到头发 然后马上整理 对所以 有时候如果真的是湿的话 这也是湿的 纸就知道了 我们有收获啊 就是打开是臭的啊 然后会洗锅啊 就是白白白白白一点一点的 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吹干 有联系了几家厂商 吹吹看说 我们都没有这么足够的经费 去制作费这一块 也没有真的没有预期到说 这个厂商其实 他就这样答应了 大哥我有包裹要寄哦 很像都是 对很像都是 这是你们直接的 把它倒下来 刷头发 把不良 不好 不能用头发把它刷掉 进那么多头发过来 为什么变成那么少 你看刷起来 只有这一点点而已 你看三个人头发 这几颗 这可以做一顶吗 不行 三个要不能做一顶 五个人 没办法 没办法 这做半顶 三个人才能做半顶 每天要点药水 就是这一关 就是要把它这里勾完整 勾制的话 都是单纯一根 两根 三根 再勾制 以前我们请的工人都是18岁 到25岁 他们一定要辞职 这一点是纯手工编织的 它的透气度又轻 它有透气科技的 纯泥弄的头发 这个在太阳底下戴的话 会很不舒服 可以帮助别人为什么不要做 怎么最近那个癌症这么多啊 需要医院的医疗 需要这个夹房 因为没有夹房 他真的走不出去 我们的员工都说 老板 我跟你只能吃便当 我说没办法 我们爱心大家一起来 就是爱心的事业 会让你快乐 要带小朋友一起做捐法的过程的时候 就是中间我们其实上网都找了一些 多有关的捐法可以寄送的地方 可是他们大致上都有讲说 他们都一定要有足够的经费 才能去做夹法 才去了解到说 词苑这里就是 它的公斤术到了 他们会整批一批 然后寄过去做夹法 所以这东西 就等于说我们的爱心其实 就是用得到看到一些 癌症的病友 他们去看橱窗的夹法 所以他们戴上去 那种感觉就是很 就很开心啊 就是你可以多付一份的心力这样子 你好开心啊 好 大家